欢迎出席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指导意见发布后 参保人我们觉得有五大亮点 我把它概括为五个字 要放 扩 提 讲和变 放是指我们进一步放宽 放开 参保的户籍限制 让中小学生 学历青儿童 可以更好地在常驻地参保 也提出超大城市要取消 对灵活就业人员 农民工 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户籍限制 扩是指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供给范围 由家庭成员扩展到近亲属 提是指连续参加 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 我们提高大病保险的封顶线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最高支付薪额 奖就是指建立居民医保基金 零报销人员的奖励机制 也就是指当年没有享受 医保报销的参保群众 次年我们提高大病保险的封顶线 变就是指我们更加方便 参保人员就建享受医疗服务 推动更多的村卫生室 纳入基本医保的定点 并且结通直接结算服务 同时推动集材药品 更多的在积存落地 把这个集材的红利 更多的我们释放给基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